各位评审、师长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篇论文的指导教授为李一辰副教授 共同指导教授为武汉中主义教授 以及报告人黄灵溪研究生 本篇论文的题目为 ISO管理系统运用于艺术典藏管理之研究 以镇修科技大学艺术典藏管理银行为例 目录、序论等五章 一、序论 典藏为一座博物馆或美术馆的核心价值 而典藏的管理维护以及保护工作 不仅繁杂而且多风险 随着产品的数量与日俱增 以及典藏作品种类繁多 典藏的作业管理就更为重要 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 典藏管理工作 更朝向资讯系统化的方式去执行 当中对于人员的管理机制、作业 更需要订定一套完整的模式化流程来进行管理 最终就是要使产品能够永久的流传 就国内现行的典藏管理规定来说 依照行政院文化博物馆法第九条命定 管方应就典藏方针、典藏品的入场 保存、维护、处理及库房管理等事项 订定典藏管理计划 那就现行的典藏管理作业来说 典藏从取得登录、维护、利用 到风险管理等诸多的程序 各典藏单位因应典藏的政策跟条件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各典藏单位并没有一个 同一性以及标准化的管理系统模式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准化机构 适用于各行各业 而Iso 9001能够确保并且提高 他们的产品流程或者是服务品质的档次 从而达到一个国际认可的水平 而Iso 9001又特别重视追溯性 以及持续性的改进 实现一个良性循环 建议提升企业内部跟外部作业的整体效果 本研究限制仅探讨Iso品质管理系统 导入典藏管理自可行性 又以Iso 9001品质管理系统的条文当中的条件 最适用于典藏管理的模式 而以国内现行的典藏单位 已经申请通过Iso认证的 请为镇修科技大学的艺术典藏管理银行 所以此单位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而该典藏单位 针对各类的艺术品保存条件 规划了控温控施 防灾防尘 且兼具了保全功能的保存空间 在2011年设立之后 通过了Iso 9001的品质管理系统的认证 二文献探讨 Iso 9001是隶属Iso 9001品质管理中的 其中一项品质管理系统的标准 当中是阐述一个组织 要做好一个品质管理的 应该要达到的基本要求 它导入的一个组织策略决定 是可以提升整体技巧 并做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据此国际标准所实施的一个 品质管理系统 能够带给组织的潜在效益 有以下 第一个就是持续提供满足客户 及适用法令法规的一个产品服务能力 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提升 顾客的一个满意度的机会 第三个就是处理跟组织背景 跟目标相关性的风险跟机会 第四个就是对特定品质管理系统 要展现出符合性的一个能力 此标准运用了一个过程导向 使组织在规划过程及过程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 并且结合了PDCA的一个循环式的品质管理 当中就包含了计划执行检查行动的循环 以确保在过程皆获得一个充分的支援跟管理 并且能够确保改善的机会 确定跟行动 加上基于风险的考量 在组织确定可能导致过程与品质系统偏离的一个因素 而落实预防性的扣管以及降低负面的影响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可以采取最大的一个应用 而在复杂而且不断改变的一个环境之下 再持续满足要求和应对未来需求的一个期望 在前面提到ISO 9001呢 是根据ISO 9001所叙述的一个品质管理原则来订定的 那其品质管理原则呢总共有七点 第一个呢就是顾客导向 品质管理的一个主要重点呢 就在于满足客户的需求 并且努力超越客户的期望 那第二个呢就是领导统预 那既有各级领导的一个统一的宗旨跟方向 去创造一个全员积极参与的环境 这样呢才能够使组织在战略方针过程 以及资源上的一个一致性 并且能去实现目标 第三个呢是全员的参与 那在整个组织当中呢 各级的人员的胜任 还有授权跟积极参与 都是提高组织创造跟提升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第四个呢就是过程导向 品质管理体系呢 是由相互关联的一个过程组成的 那将活动跟相互关联的一个连贯系统 运行的过程来理解跟管理的时候呢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一个一致性 且可预知的一个结果 第五呢是改善 持续改善呢 对于组织保持当前的一个绩效水平 对于组织内外部的条件变化呢 去做一个反应 并且去创造一个新的机会 第六呢是事实的决策 对于事实啊 证据还有数据一个分析决策 就分析跟评价的决定呢 才能够产生期望的结果 那第七呢就是关系的管理 对于组织管理呢 促使相关方对组织的一个绩效 影响最佳的时候 才能够去实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成功 那 ISO 9001的最终的核心精神在于 缩写做的一致 那使用 ISO 9001管理系统呢 是有助于确保所有客户 获得一致的一个优质品质跟服务 那在民国101年的文化部所属的一个典藏机关 为了使产品呢 典藏能够去做一个标准化 而建制了一个文物典藏的共购系统 那建制这个共购系统呢 主要是因为想要达到一个整理 流通跟共享的一个目的 去整编一个共通性的栏位 那重点呢就在于资料的格式 能够一个标准化 那另外呢在产品的管理的部分 那也借由共购标准的一个作业程序呢 去达到一个品质精确的目标 那就沿上请老师呢 在2011年的一个发表当中有提到 目前呢在数位典藏的风潮之下 虽然说博物馆程序标准呢 多为归类为资讯标准的一类 但是呢博物馆程序标准 与其他的资讯标准 仍然有一个极大差异性 所以已发展的博物馆的程序呢 目前是欠缺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探讨 与系统性的一个整理 三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呢采用文献分析法 来探讨艺术典藏管理银行 以ISO 9001认证管理的一个效益研究 所以以ISO 9001品质管理系统的条文 以及镇修科技大学艺术典藏管理银行 现行的品质管理手册 等文献的一个资料收整 进而呢去探导运用 此认证管理的一个制度 是否能够确实控管 艺术品保存的一个品质 并将呢研究的结果呢 提供给未来艺术典藏管理的 一个参考方向 那典藏呢一直都是博物馆 美术馆或是艺术典藏银行的 一个重要核心 那随着呢各典藏部门 因应不同的收藏方针 以及所收藏的一个艺术品 跟文物的多样化 以及数量呢越来越多 在典藏的维护跟保存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尽一切可能去延缓 产品的一个劣化 那并且呢使产品能够有一个 良好的妥善管理 然后呢刚刚再提到 收藏的管理程序 其实是多而且复杂的 所以呢标准的典藏管理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 4.ISO品质系统运用 正修科大于民国99年 成立艺术典藏银行之后呢 该银行的艺术品 保存科技相关能源 去组成一个独立专者的机构 那由专业的角度呢 跟艺术品典藏保存的 一个条件需求 去设立一个合一的空间 提供给各单位 以及个人收藏家 一个委托典藏的 一个空间去做一个管理 那并由呢专业的修护师 跟典藏品进行去 见证跟维护等工作 那以确保呢 艺术品跟文物的健全 那该银行呢为了使提供服务 能够符合客户需求的一个完善 将一个管理系统呢 做一个程序的书面化 以作业呢跟持续的改善 作为一个依据 并且呢去保证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符合客户的 适用法规的一个需求 那它特色呢就在于说 第一个独立且专业性的 一个专责机构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说 作为一个跨领域的校外 或是校内的一个艺术修护保存研究的 一个联系的单位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加强 各单位典藏的一个合作 那提供呢一个技术跟服务上的一个资源 那第四个呢就是配合学校的政策 提供一个社区教学及咨询的一个服务 第五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配合了ISO认证机构 推动了管理系统的认证 提升了组织跟效率的一个公信力 那该艺术典藏管理银行的管理方式呢 它是依照ISO 9001 2015的一个品质管理手册 做一个管理的依据 那奠定呢该典藏管理银行的一个品质管理手册 那任何的程序呢都是符合规定的 包含说管理的制度文件的管制记录管制 以及内部的集合等等项目 从组织管理系统等等 去订定了17项的管理作业标准 那依照管理手册呢去训练内部的一个专责人员 那也藉由ISO的认证呢去做一年一次的评鉴 那对于保管作品呢去做定情的见证还有维护 并制作呢有详细的一个监视的登录表 以及出入库的记录 那以系统化的方式呢去管理产品物件 并且呢能够有一个追溯产品 并建立一套完整的一个监视链 五 结论 典藏的作业管理当中呢 从收藏 入藏 登录 上架 出库等诸多程序呢 一再强调系统化的管理模式 然后ISO 9001呢它强调的就是说写做的一字 进而去规划出属于该组织适用的一个管理系统 而正修科技大学艺术典藏管理银行呢 经营的模式就是运用了ISO 9001的品质管理原则去逐一订定 那并且呢依循所订定的管理原则去实际的执行 并且配合ISO每年一次的审查跟认证 那进而呢去确实的控管艺术品 及文物的一个保存品质 也提供了适用于艺术品保存良好的一个服务需求 以确保艺术品与文物的健全 参考文献请参阅 以上报告感谢聆听